你好 你好 回来 一起研究 预备这个章临期第二主日 你记不记得上个星期 章临期第一主日 我觉得好像一个人拍视频的时候 第一个照片就是远镜 第一个主日 看旧因时直到结局 直到结束 平时我们所说的世界末日 这是一个远镜 但是这个章临期第二主日 是近镜 因为章临期说 耶稣在光荣中在来 亦都说预备慶祝圣诞 因为在圣诞的时候 我们相信默沙也已经降生成人 现在看一下今天那个近镜 已经做什么 读经日是以撒尔亚善治说 降生圣人的默沙也 是达味家族的后裔 我们这里 耶稣说很细节的 如何默沙也是达味家族的后裔 他这么说 那一天 由叶塞的树干将生出一个链枝 由他的根上将发出一个链枝 我们要讲圣诞 那个默沙也是什么呢 是否很大很强很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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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轻弱很容易断了是一个乱肢 或者 魔術 不是哦 墨沙是一个鸾子 是一个幼牙 但是这个鸾子这个幼牙 会长大变了很大很大的树 然后呢 伊萨耶尔才知道 这个幼牙有什么力量 这个很美丽哦 他说天主的圣神 居住在这个幼牙里面 天主的圣神 还有你听一下怎样描写这个圣神 上主的神 智慧我充满的神 超见我刚毅的神 明达我敬畏上主的神 就是说这个圣神 比墨沙亚这些神恩 我一读出来 你都会记得 你学了圣神七恩 在教理书里面 有圣神七恩 为什么呢 这个伊萨耶尔只有六个圣神的恩典呢 我说这些东西 你知不知道不是很大的分别 但是知好也不知道 问题是翻译的问题 你知道西方的教会很早很早 然后将希伯来文 希腊文 译了拉丁文 这个拉丁文的日本呢 将这个敬畏上主的神 拆开两个 加上校外的神 那就变了七个 那么最后 当然了 预备那些教理书 多数会用拉丁文 那嘛的日本 那么一路一路到今天 就是 这件事是很细节的东西 但是你都可以明白 就是如果有人说 为什么呢 圣经里面 说六个神恩 为什么呢 你们要说圣神七恩 好了 那这些圣神的神恩降临在这一个 圣子 这个幼苗 所以 这个这么脆弱的幼苗呢 也都是 非常坚强 因为有圣神 他说圣神 将住在他内 在这个默沙尔里面 这一天才说 当你一个 有圣神的领导 圣神的推动力 来这个世界的时候呢 有什么不同的 发生什么事 默沙尔时代 是一个祸害的世界 是重新创造这个世界 就算一个小孩 和一条蛇 都可以一起玩 一只羊 和一只狮子 一起玩 就是用这个这样的人知道 没有可能一个小孩 和一条蛇 一起 他说 这个圣神的力量 是这么大的 读经一的尾那句 那一天 叶失的根 将成为万民的旗子 答唱荣 将这个主题 变作一个讨文 一个祈祷 天主的默沙尔 你这个世界上 在他的岁月中 正义必要兴成 到处国泰民安 就是一个梦 以色列说的那些 现在的祈祷 继续一个梦境 但是这个梦 有圣神的基础 圣神使到人家 为这个梦工作 准备这个新的世界 新的社会 他的名号常传 永寿赞扬 他的名号上流 与日争光 决心最终中一个新景象 尽最初最好最美景象 凭出信看彼此多美好 全憑哀战胜 冷漠和狂傲 悲伤变化成为舞蹈 欢迎赞赏 决心率领快乐思想 和平共处者乐愿 现在读经义 将这个主题发挥 怎样呢 用救恩史的角度 圣保禄 我相信救恩史 尚处从起初 已经有一个救恩的计划 这个计划呢 在人家的历史中发展 他这样说 他说 其实犯经常所写的 都是为教训我们而写的 为叫我们 因经典所教训的忍耐 或安慰 获得希望 经常所记载就是救恩史 刚才 是既ты當之后 圣保禄才能 他们将终 stomach 都也是救恩史的一部分 圣保禄才能 我们看圣经 讲九恩史的时候 你要感觉到 偣先生捨的那些人 为我 为今天的我 为今天的教会 为今天的团体 看这个圣经在心里面有一个忍耐 即是期待的忍耐 期待这个计划发展到达那个结局和安慰 这件事叫做希望 基督徒的希望不是奢望 是有九恩使的基础 有这么多人这么多圣人的榜样 怎么信九恩使 这个读经意 说九恩使教我们一件事是很重要的 你相信你都是九恩使的一个主角 要推动这个九恩使 他有这句话 你们要为光荣天主而彼此接纳 又如基督也接纳了你们一样 接纳 互相接纳 如果我们没有互相接纳 即是没有这个团体 这个经上所写的东西 没有人会明白什么教训 会明白有什么安慰 有什么希望 所以我们之间的互相接纳 都是属于九恩使的一部分 福音 福音是本来你要先读的 第一个要先读 因为福音定了主日的话题 也都可以跟你每个主日听读经的次序 那你读经一 听以色列 这样下去 尾才读福音 福音记载一个旧恩使的主角 很出名 是救药的最后的先知 是第一个先知 可以指住 这个就是墨西亚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约翰是很伟大 但是耶稣说 始终约翰都是救药 他说一个小孩在天国里面 是大过士旦一个救药的先知 因为他会认识墨西亚 约翰的喜讯是墨西亚就来了 即将来临 那我们要做什么呢 坐在这里等他来 不是呀 我们要做悔改 悔改是一个切底的改变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心里面的感觉 我们的看法 这个世界 那个人整体是一个改变 为什么呢 因为要接纳墨西亚 因为要欢迎墨西亚 然后约翰拿回读经日 以色列所说的那个圣神 约翰就说得清楚一点 他怎么说呢 他说我帮你们施洗 只是水的施洗 是水来的 这个水的洗礼 只不过是 表示你的心里面的悔改 但是我固然用水洗你们 为使你们悔改 但在我以后 要来的哪位比我更强 我连提他的鞋也不配 他要以圣神夹火洗你们 所以如果你问我 给一个标题 描写张林奇第二主日 我会说 在救恩是中 圣神的工作 结束的时候呢 我想加上 那个张林环 那些五支立足 第一支立足是希望 第二支立足代表爱 你想想一会 希望和爱有什么关系 如果我们跟这个主日的话题 如果爱呢 没有希望 这个不是爱的 如果希望没有了爱呢 变成质 变成恐惧 变成恶梦 好啊 这两样东西 第一支立足是希望 立即第二支是爱 我们所迷向的未来呢 是很爱 想见 不是恐惧 所以那个历史的结局 是一个开心的 不是一个毁灭的 不是一个火烧了 是新天新地 有希望的 有爱 真是 小孩子可以动社材还 在这个社会里面 人材关系变了 人和动物和植物的关系 也都变了 我们用这样的希望 这样的爱 准备圣诞节 从生再种这乐圆 又有长途 供你结伴 吞吞逝 这片乐图 由今天开始 在这美丽 带你送颇荣 获便共存这乐圆 你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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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愿泪彩浪或狮子 已相抱涌 是同身手舞动又缓 只泼出主满笑容 我拼供书写落缘 你共我一起追踪